要防止肠胃癌化的不二法门 就是不要让它发炎 秋香老师今天用冲绳苦瓜 来帮我们修复味粘膜 是 是 那因为冲绳苦瓜 就是比较绿 然后呢 其实它本身 就是你如果怕它的苦味 你可以把它 像我这样切片 我有泡过冰水了 那泡过冰水 它相对的就比较不会 那么的一个苦味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怕苦味的时候 可以先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泡冰水 是 是 好 那我现在炒蛋 这个蛋呢我就加一点点的盐巴 是 那个一点点的糖这样子 加在蛋里面 对 对 对 加蛋里面 加点糖耶 对 加糖 因为会片一下 你就没有觉得苦瓜那么苦 用甜点来片苦 是 是 综合一下那个苦味 是 好 那因为蛋 我要先把它炒起来 你不要就是苦瓜跟蛋一起炒 在一起的话就会糊糊的 所以我先把这个蛋呢 先炒起来 然后最后再进去 那你就会看到 很漂亮的一个蛋的样子 就像老师 其实他们主厨在下料理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个顺序 对不对 是 所以你第一个顺序 其实是把蛋放下去 是 那我刚刚大家可能看到 就说 我们健康节目 油怎么那么多 没关系 你炒这个蛋 你等一下还会跑出来 因为蛋你太少油的话 它就是那种香气就会不够 很神奇 所以为什么外面的炒会那么好吃 因为油还蛮多的 原来这是个秘诀 所以炒换就是油包换粒 好 那现在先拿起来了 对不对 不用到全熟 不用到全熟 好 那我现在就是给它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刚刚那边已经有油了 好 那我现在来洋葱 洋葱先下 是 洋葱先把它炒一炒 也是炒香 对 把它就是 因为洋葱它就是本身你可以生吃 也可以就是熟的 所以基本上我来炒的时间不会太长 好 那这个时候我把虾仁下来 虾仁下来 对 虾仁下来 然后把它剥开 好 那虾仁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 其实虾仁熟的时间也很快 所以我同时我就把苦瓜放进来 这个苦瓜可以下来了 是 是 就跟它一起拌炒 对对 就一起拌炒这样子 好 那就来炒 好 薛仁老师其实用了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叫做葱绳苦瓜 另外还有小番茄 想问一下柳医师 这些食材对肠道泥膜的帮助 如果以葱绳苦瓜来讲的话 因为苦瓜本身就含有很好的酸酸纤维 然后还有主要还有叶酸 然后还有甲钙 还有维生素CEK这些东西 那对我们来讲 但主要还是它跟胡萝卜 跟我们的那个小番茄里面的 也是同样的叶酸有关 叶酸基本上来讲 它可以在过去的研究里面 我发现它可以在 对于我们的维修性胃炎 有六成的机会 可以有逆转的一个效果 真的 对 那甚至刚刚我们提到 担心这个糖化生的部分 有将近快八成的效果 也可以有逆转的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 番茄里面也有丰富的维生素A 所以如果再加油这个 油下去炒的时候 能正把它带出来 那对于我们过去都知道 维生素A对于练膜的保护 也是有帮忙的 所以如果两个料理配合在一起 其实对我们的 不管是口香练膜 或者甚至到我们的 消化道的练膜 我想都会有帮助 所以老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次你会选择 是冲绳苦瓜 因为它一般的苦瓜 台湾其实也有一种 就是 其实冲绳苦瓜 也是只有品种的名称而已 其实在台湾 也都是台湾种的 那另外一种 就是有白苦瓜 跟一种绿苦瓜 那种绿苦瓜的苦涩味 又会更重 所以这种苦瓜 你如果说有上网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通常的人 其实是蛮多的苦瓜 所以苦瓜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吃 我还吃生的这样子 对 那它本身的一个 在综艺里面 它也是清热解毒的 对 好 现在就是炒熟了嘛 是 好 那我的蒜片 刚刚没有一起去爆 现在放下去 就是 后面再加 要让它的一个营养成分 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 胡椒 胡椒 对 那我刚刚的盐巴 没有放到很多 现在再补一点点上去 好 一点点的 稍微的糖 好 这个 番茄 小番茄 是 好 不过有些苦瓜 有些人会怕那个苦味 薛祥老师 如果怕苦味 会建议怎么煮 会比较让那个苦味少一些 下第一个就是泡水 切薄片泡水 那再来就是把它稍微炒熟一点 炒久一点 对 是 你看这个蛋现在加下去 就是一个化龙点睛 对不对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推荐这道 番茄苦瓜虾仁 将洋葱丁跟鸡蛋 与虾仁快炒 放入富含叶酸的苦瓜 味美鲜甜 促进消化 还能帮你修护肠胃黏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